我聽到你笑的啊 我聽到你笑的啊 手 我也很不不不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川雲 咦 我覺得有點恐 來來來丟點東西來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川雲 我覺得我一個人有點孤獨 所以我要找我另外一個 我的泡泡 今天呢 我的team呢 就給我一個任務 然後呢 今天我一個任務 就是我的team呢 給了我一個挑戰 就是要 answer 你的 assumptions about me 然後呢 我想要拍這個視頻的原因呢 就是要讓大家更認識我一點 然後更貼近我的生活 然後我們開始吧 所有的問題呢 已經在我這個電話中了 所有的問題呢 已經在我這個電話中了 所有的問題呢 已經在我這個電話中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回答你們的十個 最多人問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問題呢 是 所以第一個問題呢 是 有一半正確 一半不正確 當我每天呢 去event 然後我身邊的人呢 跟我講英文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的英文是 不錯的一種level在溝通上 但是呢 如果可能 兩三個月我沒有什麼講英文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我的石頭會卡著 就講到 不是很好 所以 我時常練習的方式 以前我這樣練習 因為我有時 也是有workshop嘛 我這樣練習的方式 我看 就是 movie 然後可能那句話我就覺得 生活中會用到 我就會跟著 那個電影 然後重複兩三次 就 一直念 就是慢慢有些 句子的 我就覺得 我讀音不錯 但是有些句子 如果我沒有時常講的話呢 我就覺得不是很 很好 所以就是有待進步的空間 我們也是大家 努力的學習 所以這個是 一般correct 一般not correct 第二個 assumption呢 就是大家非常 想要知道的就是 Wanna live in Japan for a period of time 確實是 因為我很喜歡日本 然後過後 像我的部落客也是 時常分享一些日本的趣事啊 然後去日本旅遊 節省的方式啊 然後我也時常 之前啊 就是還沒有MCO之前 我就會 每兩三個月 我都會回去 因為我真的是 非常喜歡 日本的一個 culture 然後他們那邊的 廁所非常乾淨 還有人啊 還有 很喜歡買東西 然後還有很喜歡 吃他們的sashimi 所以如果可以 給我選擇的話 Live in Japan for a period of time assumption which is correct 叮叮叮叮叮叮 第三個 assumption呢就是 Wanna have kids 3個月前 這個的話 我有跟Smelly一起 討論過這個問題 畢竟就是 我已經 被求婚了 看到嗎 沒有啦沒有啦 然後過後呢 我就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我是28歲嘛 暫時來講 我就 沒有想過在30歲之前 有想要有孩子 可是 如果他要30歲之前 給我一個孩子的話 這樣我也是很開心 但是前提就是 必須要登記 註冊 結婚了過後 才能有孩子喔 然後 如果 如果真是給我選擇的話呢 我就會覺得 我想要 after 30 就30 31這樣子 所以這個 assumption 是 嗯嗯 然後第四個問題呢 就是 You are afraid of hate So 我 如果在程度來講 如果是講按摩啊 好像 massage啊 的那種痛呢 其實我是不怕 但是我非常怕 針刺到的痛 就比如說我可能 抽一個血 打一個針 我第一次抽血呢 是在去年 就是我已經活了 27年 我第一次抽血喔 所以 You are afraid of pain 如果照讀 這句 Assumption的意思的話 我是怕痛 但是 那個痛的點是 比如說 針啊 就是有外界 的東西 進入我的皮膚裡面 我就覺得怕 只要是真的東西 我都很怕 然後 第五個 assumption 就是 Don't like to depend on others 這個是非常非常貼切 所以 這一個 Followers 我的 Sweetie Fam 給我這個 assumption 的話 我真的是覺得 你實在是太了解我了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Depends on others 因為我覺得 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 然後 然後 能自己處理到事情的話 才會完成更加多大事 然後 如果 沒有Depends on others的話 也是不需要看人家的顏色 我覺得 我不喜歡 生活在 看人家臉色的 事情下 做東西 或者是求人家 所以我覺得 Don't like to depend on others 對 自己加 sound effect 自己加 sound effect OK Editor 我覺得我呢 會做什麼都會更好 我不是只是想要很好 我每一次我都會想做多 因為每一次做多的話 我就覺得 有機會更加進步了 學到更加多東西 像可能 有一個人跟我講做50 我可能就會 做多50的東西 因為我也不想要讓人家 失望 然後我也想要 Proof一下我的能力 到底在哪裡 然後 要求完美呢 我覺得看 呃 什麼方面 像有時候 我要求完美的點 跟一些 呃 別人要求完美的點 不一樣 我可能要求的完美 就是可能今天有一個 special的task 我一定要 一定要做到完美 這樣子就OK 可是如果你是講 每一件事都要求完美嘛 就是 看那件事 對我的priority 是 多高 還是多大 所以 這個的話 我就覺得 嗯嗯 然後第七個的問題呢 就是 Thought you have never worked before going Full time blogger so其實 如果有讀我的blogger 呃 讀過我其他之前的那種 diary的話呢 你們就懂其實我 真正的變成Full time的時候 其實我是 就是 在中間的時候 我是有做過兩份工 一個呢就是 跟一個online shop stationary 就比如說包貨啊 啊 幫他們想一下 啊下一次 要什麼 combination啊 然後做一些admin的東西來 呃 然後type in那些tracking number 就是 以前小時候就會 做的東西 這時候是 好像我剛剛畢業過後 那一年 22歲這樣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份這個工 然後也是五六個月 然後過後呢 我就決定 欸不如我就 真的是給我自己 兩年的時間 做Full time blogger 但是 到25歲的時候呢 我自己一個人搬出來 租 然後過後我想要 呃知道一下到底公司裡面 是怎麼樣進行啊 怎麼樣管理 所以我進了一個公司 是一個beauty company 在裡面呢 做content generator also known as content creator 就是 呃幫忙想一下 呃到底 這個月的 呃他們的posting啊 是要寫什麼的話 然後跟我的team啊 比如說 呃我就講 哦這個月是 呃我們要宣傳這個lipstick的什麼點 然後我就會跟我的team講 因為我是不是很會 畫畫的人 我也不是會design人 但是就是我的team就有designer 然後有 啊跟我溝通的人 但是我就 基本上就是我給他們一個idea 跟這個content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整個team呢 就一起 是execute這個idea to一個 呃 like post在instagram or就是在website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assumption是 嗯嗯 我是做過兩份 工 然後第八個問題呢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 呃 很難去回答 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 我不high maintenance 因為 我像我自己本身的生活呢 我會要求品質 就是會注重品質 就是如果有給我兩樣東西 一個是比較好的話 我有能力的話 我當然會想要 疼我自己 就是self love 然後給我自己更好的東西 所以 high maintenance 是嗎? 如果我覺得我用我自己錢來 maintain我自己的話 這樣就 沒有問題啦 但是如果 別人眼中看到我 就是不了解的我 不了解我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我high maintenance 但是我覺得我不是 所以這個assumption是 嗯嗯 所以第九個assumption呢 是 you are an early person so I'm not actually an early person because like 如果我今天 不是工作的話 是在家裡的話 是休息的 mood的話 我是睡到蠻遲 就是下午 但是如果今天我是有工作的話 我知道 我到C1C2我是要回去studio啊 或者是我有很多東西 要準備完成的話 我會 是一個很早期的人 但是 該休息的時候 我都會 休息 所以 如果我是一個工作狂的 我是一個 an early person but如果我是一個 holiday mood的話 I'm not an early person so 這個是 half correct and half not correct 到了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我收到一個DM 這個sweetie就跟我講 我是 another pretty face that can be easily that they can easily bully 就是 他們看我這個樣子 就覺得我很好欺負 我覺得 可能一開始 如果我沒有化妝啊 看起來比較小妹妹啊 還是什麼 或者就算我化妝也是 被認為是很小小妹妹 會容易欺負啊 會 不化妝的話 我去買一個果子啊 或者是澆麵啊 我每次啊 都是那個人啊 忘記take我的 order 我之前去過吃sweetie也是這樣子 但是我的點是 如果你欺負到 我的 border 或者我覺得委屈了自己的話 再好的 纏論 也會變成 一個 bitch 所以 呃 這個東西呢 就是 可能是 assumption是 half true and half not 應該是這樣講吧 我也不是 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 這個就是 last question ok啦 這個影片就到了尾聲 然後希望呢 你們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更加了解 我 然後也希望呢 大家有什麼 呃 一些新的主題呢 可以pm我 或者是留言在下面 然後subscribe 然後下個星期呢 就會有新的video 讓大家 看 ok啦 我不要講這樣多了 editor會罵我咧 拜拜 以及按讚 訂閱 按讚 讚 訂閱 又 掉